一定要戴的就是衬衫 我自己是超级衬衫控 就是你单穿它 当外照穿 然后上班穿 日常穿都很好搭配的一个单品 我搭的第一款搭法是把它当小来套的感觉 套在刀里面那个宽松的T恤 这个外面都还可以穿 代表这个衬衫也是XL都可以穿 一个是性色 哦 这就是流行色 就是都是带规阶色调感的 这个是物绿跟驼马 这是鸵 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有一点雾感的 灰感的那种鸵色 再来一个 这就是刚刚讲到的 就是像比较偏抹茶绿的那种灰绿色 再来这款我超推的是它的质感 因为你看它的质料是做这种 很流行之前的那种松饼饼 饼干的压阁学法 所以它的整件布料就不会像一般的那种 滑料或是棉麻这么的无趣 你近看它的整件衣服 会觉得它是比较有立体度 比较有细节的 它是可以遮住我的整个的 肚肚小腹吗 然后到我的屁股 遮好遮满360度 真的完全遮好遮 不用没有自信 我就穿出去就走路都有风 是鸵色的当外套 鸵色当外套 真的耶 这件真的好新穿 感觉它扣起来 然后打另外一个下身 就是不一样的 好像也是可以 对 对 哇 颜色也好看 颜色很好看 跟刚刚搭那个粉色的 当外套的姓色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大家 因为当我们穿的都比较春夏感 然后我想帮你们搭一个 现在可以立刻穿的穿搭 好像今天很好看 好好看 颜色